人民幣兑美元的汇价连续第三日下跌 中国中央银行在星期四发布人民币的当日参考汇率 1美元兑换大约6.4元人民币 比星期三的汇价再跌1% 北京对人民币严格控制 允许人民币在每日发布的参考汇率的2%以上下区间进行交易 自中国中央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汇率以来 而人民币已经贬值了大约4% 中国中央银行在这个星期表示 下调人民币汇率是一次性措施 目的是要令人民币币值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来决定 但很多投资者都担心 中国中央银行的干预显示出 中国经济增长減换的程度 大过最初的判断 由于人民币贬值会增强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公众担心其他国家会采取应付措施 使得本国的货币贬值 中央银行的烦腺 中央剧电吸引 节制食 française